9点10分官方媒体宣布竹鞋最新政策 男竹全员沉默 球迷沸腾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四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中国竹鞋 关注中国男竹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最近的官方媒体公布中国竹鞋的一个最新政策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现在 一提起中国男竹的可能很多球迷了就要开始批评他们了 毕竟在之前那也是参加一个视频赛的比赛的真的是一塌糊涂 尤其面对越南的那些弱队的比赛我们居然都打不过对手了 这样的一个糟糕成绩也让很多球迷是相当失望的 所以可以说尤其再加上之前中国女竹的获得亚洲杯加那个勇誉之后的话 更凸显了我们中国男竹真的是一事无成而且表现真的是相当不给力了 所以可以说在这段时间的很多中国 足球的一个球迷呢其实都呼吁啊 中国竹鞋能够把更多的一些政策啊包括资金福斯呢 给到中国女竹这边裹脚上面去 让中国女竹呢 能够真真正正的带领着中国足球呢 冲向世界 所以在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竹鞋这边呢也是留意到外界的一些声音 所以就在最近呢也准备是进行一个大的动作 那就在最近的9点10分左右那么根据媒体的一个报道了目前官方媒体足球报呢 也是正式啊宣布了我们中国足球的一个最新的政策 那在这个政策里面的报道当中的可以了解到 中国足球呢接下来的话在2022年来将会再一次进行一个降薪的决定 从这些裹脚的税前500万呢降到税前300万 将来其实这个政策政策一旦落实那么到时候也就意味着了中超十几 这个球队的 所有啊去这个签约球队的一个裹脚了他们那个薪水呢 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一个降薪 那么对他们后续一个收入呢 无疑会产生一个很重大的影响 在过往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很多裹脚的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即便是踢得非常的一般 甚至很糟糕了也不影响他们在中超 各大俱乐部的一个年薪 所以其实对这些球员而言的自然不会像中国女足这些国脚那样的真正正正去热爱足球这么拼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现在的中国足协了去进行一个降薪的决定了估计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估计也能够直接去刺痛这些国脚让他们之后呢能够 破釜成舟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成绩呢 真正正正拿到一个更丰厚的奖金来提高他们的一个生活收入 但是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呢那么目前足球报出去这样的一个报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男足全员是现在都保持沉默 没有看到一个国脚的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进行一个发声 和表态 可以说其实可能了中国足协这样的一个决定和政策的可能也是让外界是 出不及防 包括中国男足这些国脚的可能也没有料到说 刚刚新年过去那么就颁布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对各大中超球队来说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了 那么其实早在2021年之前的中国足协就曾经是想要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些降薪政策 但是当时呢也遭到了16支球队的一个反对 所以这一次进入2022年的中国足协再次去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我估计也已经做好了一个相关的一些方案了 去应对这些球队的反对 我觉得其实针对这些中超球队的反对的应该要想好一个应对之策 否则每次中国足协提出一些决策那么是这些中超球队反对之后 就不了了之那么其实对整个中国足协呢 推行这样的一些政策下去是非常有困难的 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要去解决和克服 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面对中国足协这样的一个现行政策的话 希望能够降低这些中国男主的一些整体的收入 包括他们的年薪这样的一些安排了 那么整体球迷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之后也都觉得非常的振奋 开心 毕竟的话确确实实啊那么相对于中国女主呢 目前来说中国男主在各方面的待遇实在是太过优厚了 所以呢他们也是太过于安乐了没有多少优患意识 所以目前中国足协通过这样的一些安排和行为呢 也确确实实应该能够吃痛这些国脚 也希望他们之后呢能够改变他们那些精神状态 在球场上的拼搏一些精神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